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如果学生带宠物来上课,身为老师的你,会怎么办? 向来真边时势很台味,感言又呛辣的实践大学助理教授蔡一竹,在脸书分享一则课堂温馨花絮,网友们纷纷按赞贴心送给他说菜箱超暖男。 蔡一竹说,昨天有同学带猫来上课,我跟他们说那是自己的小孩带来没关系,只要不吵到别的同学上课就好,同样的原理如果真的有小孩的话带来上课也OK,大学是求知和培养人文关怀的场所,不是大内情堂。 蔡一竹还幽默说,我就把猫咪抓来抱了一下,结果我的黑T得到了满身的猫毛,其实他自己也是很爱猫狗。 网友留言真有爱心啊,这样的老师多贬,学生很幸福的,这才是生命教育的意义。 也有人分享经验谈,以前监考的时候也有学生带着猫来,是吵小猫,喵喵喵的淘奶喝,所以放他出去喂饱再回来。 另一个监考的很不爽我,XD,有学生带密带物去上课,可是没装在笼子里,根本一整个可能走失的。 网友推测,可能是猫放在家没人顾,只好带过来了。 蔡一竹说,学生是这么说的没错,不过也有人不建议带猫外出溜达,对怕生的猫而言,绝对是大内情场。 蔡一竹则表示,不会啊,看他蛮开心的。